好,盲人环台为公益而跑连续五年与花莲玉里的家福中心合作 为弱势家庭募集年菜,市长跑者在1月2号的上午来到了玉里家福中心 希望受助家庭都可以温暖的过年 盲人环台为公益而跑连续五年与花莲玉里家福合作 为弱势家庭募集年菜,市长跑者二号上午来到玉里家福中心 希望受助家庭都可以温暖的过年 盲人环台路跑不同于一般交通工具环岛 除了需要陪跑员带领,对于体能、毅力和后勤更是很大的考验 就是有大家的协助,然后让我们适当跑者 可以用我们的双脚把这个温暖带到这社福机构 然后让我们也可以参与公益的活动 第七届盲人环台路跑为期16天,总至离近700公里 行经19线市,包括市众朋友及配跑员60位参与 不但为自身健康而跑,而为全台13个社福机构募集年菜 记者沟松松玉里镇采访报道